《法洋神聖情查經法》和《廣道法》 最主要觀念是這樣的 如果用世上的人來說 當媽媽為我們做一件事 不僅是媽媽的動作是愛的表達 媽媽背後有她的聖情 她的心態幫助我們 她的心裏計劃如何祝福我們 有很多行動在背後 有很多背後才有一個行動 所以我們想人的好 我們不要只想那個動作 是想他的背後 他做了些什麼 他想了些什麼 他的性格是怎樣的 他的心態是怎樣的 這些一切都是造成他今天會祝福我們 同樣是神也一樣 我自己覺得很多人是淤枉神的 人家說神不愛我們 神不祝福我們 神有愛我們也好 只是說出些少而已 神今年給我升職 就說完了 其實升職有很多事情在背後 神是令我的工作能力提升 或者我和人相處的能力提升 有智慧去處理事情 都是神有的心意和智慧 我今週隨便升職 越是高結朕的人 他就越有這類因典能力 於是我心面表現出來 神於感到上 才欣賞我的工作 我便提升職 不僅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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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ing are they by daily Oxorg 神是充滿智慧的,所以越沾染神,就會越有智慧做事 每一件事都會講到神背後的五件事 但不用全部講到,看你選哪一件事 他的性情,他的心態是想祝福人的 他的恩典,恩典就是給我們一些禮物 第四就是他計劃,如何計劃幫我們 第五就是行動,他有性情,心態,恩典,計劃,行動 這五個是幫我們想的 當你這樣想的時候,例如我們得救,神感動很多人 神有這種愛的聖誠,見到我們未信主,已經有計劃救我們 他很愛我們,他有這種愛的性格 他很想一些恩典來到我們身上 他有一個心態,想祝福我們 然後神就會計劃定 這個人,你到時到後跟他說這句話 這個人,你又這樣行動影響他 這個人又這樣關心他 你有沒有發現,很多人在我們生命中都影響過我們 有些人未必直接講呼音 有些人可能是他的行動而已 我們知道他的基徒就影響我們 或者有時候去到教堂的氣氛就影響我們 這些都是神一早就做好工作 就是神背後做了很多事情 然後最後我們得到一個好處 所以我講聖經 我總是歡喜多說一些神背後做些什麼 其實神真的好到是不得了 他是做了千萬樣東西 然後達到一個目的 這個目的他做了好千萬樣東西 但這些人只會數一樣而已 又忘了數其他的 那麼這個法洋神聖情查經法和講道法 就是盡量在每一個經文的背後 盡量講多些神做了些什麼 然後我們才有這件事 還有講多些神的聖情 我們就會很喜歡神了 聽的人也會很喜歡神 哇,原來神這麼好的 譬如我們每個人信主的過程 神怎麼用很多人幫我們 又信得主 神又很有耐性 一直提升我們 一直用不同的人帶領我們 又吸引我們 又令我們悔改 我們不聽話也好 神又不會一巴掛我們 會慢慢感動我們 吸引我們 一直跟我們講話 直至於我們聽話為止 聽話又慢慢一步步提升 神很有策略 會不會一步步去做事 當我們這樣想的時候 哇,真是很獨不得了 即是我們遇見意外 如何化險為宜 都是神如何保守 即是我們經歷的危險 應該是一定有意外 但是神又會保守 這也是神特別的恩典 所以在聖經上 盡量去找出這些東西 去思想這些東西 因為這是一個大的教導 那你上網 我會傳給你 去百度那裏 我放了一些資料 你可以看 那你看 那你就可以 應用出來 應用出來 那你就會說 當時 講多些神的恩典 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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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 我可以看